所以底下这个解释的好了 以本觉文心 行于十觉 以文心中所起的十觉 修于本觉 故云文寻文修 华言经上 原教粗毒以上 四十一位发生大死 他们修行全是这个方法 没有建训的 还是用阿赖耶 用阿赖耶就是用八十 用八十五十一心所的 是受法界里面的众生 四身法界用的真 所以 实现的是净土 圣文 原教 菩萨 这四个阶层 是释迦摩尼佛的净土 无量寿经上所讲的 方便有余土 就是四身法界 十报状标 那就是全新其术 华言原教 粗毒以上 别教粗地以上 别教 三尘 深文原教 菩萨 菩萨里面 别教的 是助 是行 是回想 都没有超过 十法界 都是属于 四身法界里面 修行人 他们还是用 阿赖耶 六道凡夫 用阿赖耶 十 染足的 进去 经上讲 无诸无识 就是 惠土 四身法界是 净土 圣加福的净土 六道是 惠土 惠土里面 有善悟 善行善 敢三善道 造悟呢 就敢三悟道 这六道轮回 所以 是法界里面 全是用 实 不实现 这个关键 就在这一个词 超越 是法界 生到一真 法界里面 去了 不实 弥陆达 净土的 多半都是去 华藏世界 啊 华藏世界 是释迦牟尼佛的十报庄圆图 世尊的报身叫奴神 法身叫皮诺尘 在我们地球上实现的身是印身 我们常讲印化身 这是世尊的三身 那么报身 报徒 佛福到头 一切诸佛如来都没有两样 虽有无两样 但是极乐世界的报徒特别殊胜 这部经上介绍得非常清楚 那书生有他书生的道理 那这是得列于阿弥陀佛 在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 无界参修 取重佛刹之场 而舍其短 成就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极乐世界的陈旧 是一切诸佛刹土 真善美好之大臣 一切诸佛刹土 跟他相比都比不上 那这是西方世界 无比殊胜 佛在这个经上 给我们介绍得非常清楚 那么这句话不好懂 就是如幻闻寻闻修